聖夢人氣王延明熙 在9月1日大約早上8點多 穿著校服在孤掌陪同之下 就來到學校 Gigi見到傳媒時 神情有點尷尬 而且就即時整理她的招牌劉海 全程都面露笑容和點頭打招呼 但見她的樣子有點累 不知道是不是休息不夠 Gigi在中午12點多放學 而孤掌早就在校外門口等她 被問到第一日上學會否適應 她就笑笑口說 之後Gigi和姑娘就急急離開 趕回家化妝換衣服 為香港管弦樂團的音樂會作最後彩排 她透露前一天晚上四度被雜聲吵醒 加上開學覺得很興奮 所以睡不著 對於要開展上學上班的日子 她表示一切都還好 還可以切換到 昨晚我有四次快要睡覺 剛好睡覺的時候 被了一些聲音吵醒了 之後我就睡不著了 可能比較興奮 不是 還有可能比較興奮 因為今天開學 剛剛坐車的時候有釣魚 要逐時間休息 有沒有壓力 你現場 暫時還好 然後我覺得比起壓力 享受更加重要 因為這次真的要好好享受這個表演 但是我們對於是